《失蹤網紅》 歡迎打開Roby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失蹤網紅》 《失蹤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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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今天的聲音 還是有一點點怪怪的 希望大家多多的包含 改編至Darcy Bell 2017 年的小說 《最好的朋友》 由Paul Fager 指導 《歌喉戰》系列的主角 Ena Kendrick 絕殺島花邊教族的 Blake Lively 以及瘋狂亞洲富豪的 Henry Golding 主演 劇情敘述 一位單親媽媽結交一位 跟自己很不一樣的職業婦女當朋友 她有著城市中的高薪工作 有著高大帥氣又有文采的老公 以及一棟完美到不行的大房子 每天打扮得時尚有魅力 並且還很有一套自己享受生活的方式 跟這位單親媽媽一點都不一樣 有一天她接到了一通電話 要她去幫忙接這位好朋友的小孩放學 然後這位朋友就再也聯絡不上 再也沒有音訊了 而她卻發現整件事情是一點也不簡單 這個故事聽起來跟大衛芬奇之前的 《控制》那部電影很像 都是以一位妻子的突然失蹤 作為故事的開端 我必須說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式 去展開一個故事 《失蹤網紅》她的前半段也是相當的懸疑 並且有點驚悚 而後半段在真相被主角慢慢的調查出來之後 這走向了比較娛樂性為主的通俗劇 跟《控制》那部電影中後半段真相所帶來的壓迫感 還有恐懼是比較不同的 雖然我覺得劇名有點釣魚 因為《失蹤網紅》裡面失蹤的不是網紅 而是另外一位主角 反而比較像是失蹤媽媽和網紅媽媽的故事 原來的片名當中也並沒有網紅這個字 不過這個電影的確是可以從網紅來開始討論 網紅媽媽原來是兩個主角當中比較弱勢的那一個 在好友失蹤之後 她開始在網路上面做節目 漸漸的獲得大量的注目 網路節目的主題雖然都是一些主婦的知識 不過她也相當聰明的靠著跟網友討論案情的發展 來炒作自己 這些網路上面的流量、聲量 讓她從一個默默無名的小人物獲得了相當大的力量 所以這是一個素人在網路成名之後獲得話語權的故事 網紅這個詞似乎也連結到失蹤網紅中談到的友誼 很多現實生活中的友誼 其實都充滿著錯綜複雜的心思和算計 甚至有些根本就建立在互相利用的關係上 看完之後我回想起來 這兩個女主角在我們看到她們建立友誼的那些橋段裡面 其實相當的可怕 一般我們看到網紅親切有趣甚至是迷人的一面 她依然是一個你好像很接近 但是一點也不認識的陌生人 雖然很多網紅讓人喜歡的地方就是在於她的真實感 不過我相信那應該也都是被挑選過的真實 很少很少很少人可以是在攝影機關掉之後還是一模一樣的 每一個人也都有在她背後不可以讓人知道的小秘密 而不管網紅這個詞是不是一個褒義詞 它也是包含著被注目還有成名這兩個欲望值很高的形容詞 有趣的就是主角當中這位網紅媽媽正是靠著當網紅逆轉了 把自己從一個注目著別人生活的那個位置 轉變成被注目的對象 而且我們也看得到她是享受在其中的 我覺得這是這部電影當中很精彩的一點 尤其主角是兩位媽媽在有了小孩之後 母親的這個身份會讓她們的自我存在價值變得很低落 而兩位主角其實都有非常強大的自我 她們都有一些很勇敢大膽的行為 所以她們都需要狠狠地刷一波自己的存在感 找到宣洩自我的管道 Anna Kendrick 一直沒有讓我很喜歡她 俏麗小妞的表演路線讓我一直對她的表演有一種很模糊的感覺 在失蹤網紅中也是 而為了這部電影做出清空IG來宣傳的Blake Lively 非常的出色 每一套衣服都非常的亮眼 尤其是那一套西裝真的是很驚人 很成功地把這個角色帶出來 這就是她拿到本命角的威力 我想這是一部很有話題性的電影 雖然我覺得有一點爛尾 但是精彩的前半段還是會讓我想要推薦給大家 有曲折離奇的內容 有蠻過癮的劇情翻轉 預告片的內容只講了很少的一部分 電影節奏緊湊 故事量很足夠 很多地方也都很幽默 我特別推薦給想要在網路上面爆紅的你 去欣賞這部電影 《失蹤網紅》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來 這支影片又要來送書了 只要你在下方留言 我要失蹤網紅原著小說最好的朋友 在9月30號前完成留言的動作 並且訂閱Roby頻道 還有幫這支影片按讚 我就會抽出一名幸運兒送出這本原著小說 等你喔!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Roby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